hinx 嗨 你好 我是劉蘭爸 今天主要講的就是 你們拿過很多名片 那這些名片可能有上百張或上千張名片 那怎麼要把這些名片都轉換成你的客戶呢 其實第一個很重要的重點就是 怎麼樣去收集這些名片 而且讓這些名片的收集是很精準的 也就是說你今天去的場合啊 這個很重要 因為我們會換名片都是到某些聚會的場合 那這些聚會的場合拿到這些名片 如果都是你的目標客戶的話 那這些名片就會顯得非常的價值 譬如說我今天去上某些課程 那這些課程的學生呢 都是跟我一樣對這個主題是有興趣的 那這些課程的學員 我的同學們 也許以後就是我的目標客戶 那像我去上一些網路行銷的課 那這些學員呢 有些就變成我後來的客戶 那他們也想要學習這些網路行銷技巧 那因為我做比較久嘛 那有很多學員可能是初學者啊 那上完課之後 不太理解很多實際操作的過程 那他們就會來買我的課程 那我就會教很多實戰的技巧 網路行銷的技巧 還有實際工具的操作 網站架設等等 還有LINE的操作實際技巧 那這些名片呢 你拿來之後要怎麼做呢 可以讓它變成你的LINE的粉絲呢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把這些名片的手機號碼 因為我們第一次講到E-mail的方式去發送 那我們今天來講簡訊的方式 那因為E-mail的開心率目前很低啊 有時候E-mail會掉到垃圾信件裡面去 那它就不會收到 所以另外一個輔助的方式就是簡訊的方式 那譬如說你拿到100張名片好了 那100張名片大部分每個人都會列手機在上面 那你就可以發簡訊給它 如果用大量簡訊的發送方式 用電腦的方式 網路簡訊的發送方式的話 通常一通簡訊不到一塊錢 不到一塊錢 那你就算發給100個人 你了不起只花掉100塊 發給1000個人 了不起只花掉1000塊 那你用1000塊裡面呢 你可以百分之百 讓這1000個人都同時收到你的訊息 那這1000個人呢 之後你如果不想要再花這1000塊的話 很簡單就是 每個人你寄發過去的簡訊內容裡面 要帶一串網址 那這串網址呢 就是LINE它提供給你的 LINE AT提供給你的那一串網址 一旦呢 對方按了這串網址之後呢 因為它一定是用手機收簡訊 不可能用電腦收簡訊嘛 對不對 所以手機簡訊一拿起來 那一串網址齁 你要記得先去轉換成短網址齁 之前有教過去轉換成短網址齁 然後對方只要用手機 點了這個短網址之後呢 它事實上是連到 那個LINE提供給你的那一個 啟動LINE的應用程式 然後可以加為粉絲的那一個網址 那你只要在前面講一句話 然後告訴他們 你真正的目的是 就是希望它成為你的分 就是你有一些某方面的資訊 以我自己來講的話 我就會寫說 欸某某你好 很高興在哪邊 哪個場合跟你交換名片啊 那我目前在從事的是 網路行銷的教學嘛 那如果你對網路行銷的相關知識 有興趣的話呢 我每天晚上都提供一個 網路行銷八點檔的免費影片教學 那你可以按這邊加我的好友 然後就留那個LINE 縮短過的那個短網址的 LINE的那一串網址給他 那因為他是用手機點開 點開之後就會出現 要不要開啟LINE的應用程式 那他就可以加為你的粉絲 所以你這100張或1000張名片 其實是非常有價值的 所以名片拿回來的時候 不要亂丟 那些名片拿回來都是很有價值的 因為為什麼我說很有價值呢 第一個是你到了那個場合 收集到的名片都是相關的目標族群的客戶 所以到相關場合很重要 場合要對 拿到的名片就很有價值 就很精準 然後第二個呢 就是為什麼說很有價值的原因是 像我們在網路上 臉書或是關鍵字廣告 去打廣告的時候 平均除算下來的一筆名單 產值 不是產值啦 一筆名單的成本 大概要花掉30塊到50塊 等於說我們打了付費廣告 然後收集到 譬如說收集到100個名單好了 然後付費廣告總共花掉多少錢 去除以這100個名單 除算下來 一個名單的成本 都要花掉30塊到50塊 可是你今天發一封簡訊出去 才花不到一塊錢 花不到一塊錢 所以這個成本是很低的 不要覺得說發簡訊很浪費錢 事實上 第一個你收集到的名片 如果是很精準的話 那你發簡訊出去 對方會成為你的粉絲 的機率其實是很高的 其實是很高的 所以如果你確實做到 這個方式的話 那常常有這種聚會 去交換到很多名片的時候啊 那這樣收集名單 其實也是滿有效的 有效的 我們沒有交換的 對方的需要 發 Esper volte 可以把這個方法 找好的 做成本 超級可怕的 這是沒有解屬的 需要保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